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号发表2023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以事实和数据揭露美国侵犯人权的真相 报告分为序言 公民和政治权力沦为空谈 种族主义顽疾害深远 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 妇女和儿童权力遭受持续侵犯 无证移民悲惨境遇触目惊心 美式霸权制造人道主义危机等部分 报告称 2023年美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 在美国人权朝着日益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 大多数普通民众越来越被边缘化 基本权力和自由被虚制 与此同时 美国长期以来大搞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 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 报告认为 美国存在的猪斑人权问题 不仅使人权在美国实质上 异化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 也严重威胁和阻碍着 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